临近东大门夜市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跨完2022年之后要迎接2023第十期的片单 随着疫情解封 很多民众把握跨年飞出国 20231月份开始就以出境办事处为主题 透过欧洲影展 邀请乡亲感受欧洲15个国家的电影文化洗礼 随着疫情解封 许多民众把握跨年飞出国 位在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管的花莲铁道电影院 会比2022无法出国游玩的苦闷 第十期的片单就以出境办事处为主题 透过欧洲影展 邀邀请乡亲来感受欧洲15个国家的电影与文化洗礼 我们铁道电影院在第十期是出境办事处 那最重要的有一个影展叫做欧洲影展 就是我们总共这一次在欧洲影展 总共有15部片都会在花莲铁道电影院播 那其中7部呢是跟难民跟移民有关的影片 那另外有7部是跟家庭冲突有关 那最后有一部蛮特别是跟性别跟同志议题有关 那我们会邀请到德国之声的主播 他叫周中翰主任 他会来到现场搭配这部影片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那在这一个一二月里面还有几部售票场 包括他的男人 包括没有烟消的日子 包括他和他们的电影课 那这几部售票场都是在现在国际上 蛮知名的影片会提供给大家 那最后就是在2月5号的那一天会有一个走走电影院 那因为那天刚好会是一个元宵节 所以我们会在孩子们一起看完亲子电影之后 一起有一个花灯彩绘的活动 然后让大家来做一个整个电影院的结束 那因为电影院跟园区预计在2月6号到3月31日会做一个闭馆维护 所以在这段时间就是整个艺馆会封起来 所以再次跟大家见面就是在4月1号的时候 才会有新的电影再跟大家一起碰面 元旦连假后1月3日晚间起 将首先播映没有烟消的日子 5日晚间折扣纪录片以爱为家揭开序幕 自新统筹张志宏表示 迎接2月5日元宵节将举办九九电影院 邀请亲子观影后一起彩绘花灯 也为6日起风圆整修的艺馆暂时划上据点 而元旧整修将为期一个月 预计4月1日起在开放乡亲前来观影 记得讲帮彦华临时报导